希望他們能夠加油 農業事實上在未來有很大的改變 起碼在台灣 過去傳統的農業總會想到說需要用到農地 是一個勞力密集的產業 將來引進像生產力4.0這種概念 農業它可以是在科技園區養殖觀賞魚 也可能是在設施農業的設備裡面 甚至於在都市裡面做立體的栽種 搭配電子商務來行銷 個體農戶將來也可能漸漸視為 未來取而代之的會是農企業這方面的發展 對於新世代農業工作者 我們可以對他期許完全不同的一個圖像 因應這樣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所以陳主委這邊也很用心 他特別就是新世代農業工作者 來代替一般大家所謂傳統農民的稱呼 讓年輕人知道這個行業可以是一個有創意 有高附加價值的行業 為了有效吸引青年從事農業的生產工作 農委會以青農創業過程所需要的各項需求作為主軸 跳脫舊有的模式 適當加入具有催化效果的輔導政策 創造符合青農需求 永續發展的環境值得肯定 我們希望農委會能夠更進一步具體提出 具有國際競爭力跟農業願景的重點推動 產業的項目 同時也縮短技職教育跟產業實務之間的落差 完備產業價值鏈配套的輔導措施 來提高青年來從事農業工作的這種意願 來提升整體的農業競爭力